先給大家進去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上面是有點紋路的 因為你知道很多市售的毛毛外套 它就是一片毛 對 它並沒有這樣子 就是有點 波紋 壓紋的感覺 紋路讓它穿起來不無聊以外呢 其實你穿起來有個貴氣的感覺 然後這一款的話 它是連它這個包包 都有做紋路 對 真的很非常的用心 你看它不小 你可以把它變手拿包 可以耶 今年的黑色毛毛它比較顯白 我覺得我們在色調上選用的 比較中灰一點點 它不會到暗灰 所以不會讓你整個人覺得 搭配黑色的時候 黑黑髒髒的 它呢摸起來絕對滑順 我覺得它不是那種 超級厚磅束的毛 它這麼樣的軟 我覺得它就是剛剛好 我跟大家講啊 那個小包包非常的可愛 我覺得這一次它不算是一個廢包喔 它算是一個我覺得小包了 所以你們可以裝自己的手機啊 或是卡夾等等之類的 然後呢這個鏈子啊 旁邊是可以拆掉的 它就可以拆掉 如果你不想要有鏈子的話 或者是你想當手拿的話 可以拆掉 或是把它放進去 扣起來 我覺得就可以了